郭文貴議員 院長 我想先請教你一下 我們是不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協調折衷的 但是有些事情其實他就是要堅持 而且是沒有任何讓步的空間 你同不同意這樣 是有些是原則問題 有些是基礎問題 對 那比如說我們國家的主權 人民的安全 是不是就是屬於那些應該要堅持的項目 它會是我們處理很多事情的最高的一個標準 對 所以你是同意的喔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為什麼昨天的M503談判的時候 院長在回答媒體的時候 你會說這個勉強接受的這樣回應 這個既然是屬於這個是應該要堅持的項目 為什麼有這個可以勉強接受的這樣空間 我想跟委員報告 如果委員容我說明的話 第一個 這種飛航路線在人家的 在他們自己的這個飛航情報區範圍之內 這個的主管權責是他 那這一次他之所以要我們要求他來跟我們談 或者他之所以願意跟我們談 是因為按照國際慣例 如果你這個航線太靠近別人的飛航情報區 而另外一邊覺得說有飛航安全顧慮或其他的顧慮的時候 我們可以要求大家來協商 所以是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來跟他協商 而這個協商的結果也跟委員報告 那麼這個 中間當然也經過一些折衷了 也經過一些轉折 那現在出來的結果就是他們願意 實際飛航的路線 距離中線盡可能拉遠 然後呢 這些我都知道 我想這個院長我的時間有限 我想你不需要跟我說明說這些詳細的內容 這些我都那個夏主委我都請教過他 我都非常的清楚 這個他們雖然是在他們的飛航區裡面 但是不可否認的 他是很接近我們的台海中線 他是跟我們的他們這樣片面的一個宣布啊 這完全是不顧於我們台灣的存在啊 這個是我們該堅持該抗議的地方 我們就是說我們全體台灣的這個民眾 對這個航線太靠近中線大家有意見 大家有顧慮 所以呢就跟他協商說希望他盡可能往西移 這個協商剛才我在旁邊聽院長 院長你的答案我真的是 你要來把冷汗啊 院長說他們不飛戰鬥機 他們如果是有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往西偏不會往東偏 這個院長你的年紀應該也是 雖然是有但是應該也是當過義官吧 這個難道說這個共軍他們這樣子 我們以前稱為是共匪的話 他們的話他們這麼講我們就這麼相信嗎 你認為說他不飛戰鬥機他如果飛了我們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啦 一方面他的這一些的這個 你有沒有以前當兵的時候有沒有聽過兵不厭詐這句話 跟委員報告我想基本上他的這一些做法 都要在國際間都要發佈他們的這個通報的 然後另外更重要我要強調 在這一次談之前 對方的戰機事實上是會進入到 現在他說他將來不會來活動的這個民航機的航線範圍 他是進來的 是更靠近中線 他這一次因為畫了這條中線 他進入這個中線 這對國安是有幫助的 你是中華民國的院長 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院長 你應該是站在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來考慮 你不需要幫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變國 我是說明我們跟他談的時候 所爭取到的一個澄清 他以後在這個範圍之內 他基本上原則上不會過來 但是院長你知道嗎 國安人現在更關心的是 我們政府的態度問題 我們知道說 我們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們的態度夠不夠堅強 我們覺得說 建議是說 我們政府的態度應該是要強硬的 我們甚至要有這個決心 如果說 這個中國他不測M503的時候 我們甚至要有那個決心 有那個能力 我們不許可以跟他 終止一切的協商談判 我們如果沒有這樣子的決心 沒有這樣的能力 說實在的 今天他M503以後 你難保他不會有其他的航線 繼續出來吧 你有把握嗎 他不可能在M503之外 再更靠近東邊還有航線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 他如果說沒有在更東邊的話 但是他不會在這個M503之前 之前是什麼 東海航空識別區的事件啊 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很軟弱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M503事情啊 你說東海航空識別區是什麼事 你說東海航空識別區什麼事 對啊他們 中國也是發布了東海航空識別區的事情 然後現在來講又接著又 M503的航線出來啊 這個是一個我們國家的一個態度 對於這個中國的態度啊 我們知道說無敵國外販啊 國很亡啊 這個都是我們的一些基本常識啊 東海航空識別區 跟委員報告 東海航空識別區是在我們台灣的上面 不是在台灣的這一帶 我當然知道那不是在台灣的這一帶 跟台灣海峽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你不需要來糾正我這些 這個我有做功課 這個我要講的是講說 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安全 我們政府的態度啊 一定是要非常的堅強啊 我們不容許國家安全 人民的安全 有任何被挑戰的可能啊 院長同不同意我這樣的話 我完全同意 所以這次協償我們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盡量讓他 降低他就是說會跨越中線的可能性 那以目前協商的結果 我們認為做到了 第二個 我們希望他的戰績活動範圍 比以前更靠近他們自己那邊 那個院長 這個我們也做到了 沒關係院長 你既然同意我剛才講的話 我想我們後續 早上我們台聯在抗爭了以後 那個王院長會講 講說我們開議以後 第一週會請我們來做專案報告 那時候我們再繼續 是是 下一頁 謝謝 那兩位主委跟部長請回 好 那院長我要跟你講 我們今天 我要跟你 討教的問題 有大概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兩岸關係啊 第二個是教育問題啊 第三個是憲政改革啊 這三個問題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兩岸關係 下一頁 我們對於兩岸關係來講 我們大概我們政府的態度 或者方法都是什麼 第一個我認為說 我們有很多都是欺騙或者是恐嚇人民 我們在二月二十號 就上個禮拜的時候 中韓正式完成了 FTA炒簽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部長 坦承對台灣的產業衝擊不如一擊啊 院長你也說 好像比我們原先一估計的壓力也反了 這個其實院長跟部長你們這樣子的說明 這對台灣是好事喔 但是我比較遺憾的 我是想要釐清的是 請問院長 那在去年的十一月十日的時候 中韓他們宣布完成FTA談判的時候 我們政府的相關的發言是什麼 是那個當時啊 我們就這個有一個假設 我們就假設他全部立即的自由化以後啊 對於我們的衝擊 我們那時候衝擊計算出來啊 對我們的傷害會有六千多億 好這個 下一頁 那時候啊 我們三個重要的財經首長啊 這個 一個是經濟部長 一個財政部長 一個是經管會組長 三個排排座啊 然後所說的是什麼 這個未來三到五年估計 將對台灣造成六千五百億的損失的衝擊啊 這是當時講的喔 六千五百億很嚇人喔 那我們的杜部長啊 還講講說我們這緩隊就像什麼 就像義和團啊 我在想他不曉得沒有包括我 應該也是有包括我 我都不曉得我什麼時候變成像義和團一樣 第三個來講我們的張部長啊 講說我們台灣這樣子會像溫水煮青蛙 這個就是當時我們的政府部門 對於中韓FTA他們完成談判的時候 我們做這樣子的講 但是到今天來講 剛才部長跟院長你們都說 跟事實上是有很大的出路 下一頁 那我想請問一下對照於今天這個實際結果出路這麼大 那院長你有沒有什麼這樣的評論 是我們的估計我們的推估太離譜呢 還是說根本就是 這裡面有什麼其他的考量 跟委員報告好 我想 因為他們這個草籤資料一直到最近才公佈 我們才知道它的內容 以及它整個這個減免 互相減免關稅等等這一種的時程 那雖然最主要我們說衝擊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大 最主要的關鍵是它的時程 不如原來我們估計會這麼緊 它拉了20年 那萬一如果他們兩邊簽的是說 譬如說3年5年之內就要達成 那麼那個衝擊是會馬上來 那現在只是這個 這個訊息在事前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所以當時呢 就基本上就是說對情勢判斷 就是從寬來估計 就會覺得說 是整個情勢我們要 院長如果說 這個事實上是照你所講的 是因為資訊不足啊 或者是當時訊息不夠啊 或者是估計說 我認為說這 既然是估計還情有可言 但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我本身我也曾 當時我也曾經跟張部長提醒過 你要說別人是溫水煮青 不要到時候變成 我們政府變成是晃陽的小孩 我想這個張部長一定還記得嗎 當時我也提出我們的經濟部的這些資料 那再請下一頁 這些資料都是我們經濟部所發的喔 這個剛才鄧部長講講說 我們這6500億怎麼來 我跟你講當時是經濟部講的是 我們是根據IEK模式所推導出來的 但是你既然用經濟模式在推導 我們國人就會很好奇很有興趣說 你推導的參數用的是什麼 這個剛才院長有講 我們用的兩個主要參數 一個是韓國的中韓FTA的使用率達到100% 第二個是他們的零關稅 減稅是立即生效 剛才院長也講了 他們其實沒有 10年20年後才會達到 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韓國來講他們的FTA的使用率 再下一頁 這些都我們經濟部的數據所證明喔 其實韓國的FTA的使用率只有65% 這些數字都是我們經濟部 都是我們政府所有的 但是這個不是說到現在才有 在當時的時候 我都提供給院長都給你們參考 但是我們還是照樣估算出來是6500億 我跟委員報告 我覺得基本情勢 台灣在這些地方要趕快加緊腳步趕上 這個基本事實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沒有人火令這個啊 所以說我們對外開放的步調還是要趕快進快 但是問題是我們要知道說 政府做這樣子的一個宣誓 你要知道說我們今天政府所做的 不是個人耶 不是張部長不是鄧部長 或者是哪個部長 個人的意見耶 你要知道說外面有多少產業界 有多少人民百姓 會根據我們政府所發布的消息來做調整耶 博士大跟委員報告 萬一如果他們簽出來的 真的是馬上實施或是3年5年實施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有些時候對國家政策規劃 有些時候就要料敵從寬啊 然後我們要假設最快的地方 我們能夠應應 然後它變得比較晚 你知道的事情 你說我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 但問題是 我們看一下這個 那個投影片上的這些 這些都是經濟部早都知道的啊 這些數字 你說再從寬也不能違背事實啊 對不對 院長你是工程師出身的 講求的是精確啊 你不能說料敵那個從寬從嚴 不過那時候我講 確實是我們不知道 它究竟是要花多少年的時間 來達成零關稅 院長 在上面那個你看看上面的那個背板上面 這個都經濟部所花的公文啊 我這個資料不是我自己去找的 都經濟部所花的耶 這個我相信說你們一定都有啊 我們很多的國會聯絡都非常用心 其實我今天要講什麼 看大概他們都 事實上事件應該都知道啊 所以說像這樣子來講 下一眼 是不是會讓人民有一個說 政府是有故意欺騙或恐嚇的行為啊 院長你對這個要怎麼回應 我會認為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相關部會它的用心 就是像剛剛報告的 我們要從 最可能發生裡面最嚴重的情形 來規劃我們的對策 這樣的話萬一最嚴重的事情真的發生 我們也應付得了 如果我們從開始就掉以輕心說 不會啦 它就是二十年啦 就是五十年啦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萬一它出來的是另外一個狀況 那我們完全就措手不及 完全沒有招架無力啦 所以是不是我們政策規劃上 也要有 也基本上也會有這個態度 這個院長你這個態度的話 我真的是很擔心啦 我們希望的一個政府是有效力的 是準確的 是精確的一個政府 可是國際談判很多時候就是耳於我詐 我們很難判斷究竟它會 他們談出來的情況會怎麼樣 不是啊 你現在還在跟我講 我剛才講的那些都已經是經濟部所 它正式發公文給我 沒有我相信他們這個大陸跟這個韓國南韓之間 究竟他們的這個合約內容 整個那個協議的內容是什麼 事實上事先是完全不知道的 沒有辦法預判的 是在這個資料裡面顯現不出來的 那如果這樣子我要再追究說 那個公文是怎麼來的喔 如果院長你這麼講的話 那我是會繼續在追究說 那當時這個公文是怎麼出來的喔 這個公文是經濟部發的喔 這個都 花文日期 花文文號都有喔 如果部長你講的是這樣 如果你的意思是這樣 那我要追究說這個公文 那到底這個公文是怎麼出來的 那個包委員 因為這個數字喔 它就是剛才我跟您報告的 它是在一個說 立即降為零 全面降為零 剛才您提到的 也有提到這個觀念啦 是並沒有任何人掩飾啊 或者是沒有這個問題存在 不是 院長你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我沒辦法接受 因為我所講的 我不是信口開河 我不是憑空想像 我所講的 到目前為止 好 我想跟委員這樣報告 就是您所指的這一份公文 我會特別去加一個了解 好 那你這個公文 你給我一個書面的答覆 到底是公文錯呢 還是還是院長 我了解一下 看看他講的內容是什麼 好不好 謝謝 好 那接著 那個再來的話 還是下一頁 剛才是講的是講 我們三個部會首長 那接著 我想要請教的是 院長你本人 你在這個去年的 12月15號的時候 私政總質詢的時候 院長有先是 我們對於未來要 具有爭議性的政策 我們希望以最大的誠意 以跟各位委員溝通 希望達成了共識以後再往下推啊 這個都是 這個院長你也不能再跟我講說這個時候 這個都是我們立法院的公報裡面 白紙黑字 沒有問題 好 那 那既然是說院長要跟委員溝通 那我想請問一下 院長對於福茂、霍茂、至今區這些政策 你這段時間跟立法院溝通了什麼 跟委員報告 有共識了沒有 跟委員報告 福茂跟霍茂非常清楚 它要繼續往下走 我們先要把監督條例先要把它完成 完成立法 所以呢就是說 我們下一個階段要努力的就是說 看看能不能夠跟各黨團 在監督條例方面 我們透過溝通 取得共識讓它完成立法 這樣才能夠去談福茂跟霍茂 這個我知道一定是監督條例先過 這個我想這個在座的每一個人大家都知道 現在問題是你當時你宣誓的是要跟委員溝通 要有共識 這個做這個前提 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跟立法院溝通了什麼 我們現在就是 這個院長你就任以後 你有來我辦公室一次 但是那次我們也沒談什麼 還有第二次是過這次春節的時候 你打了電話給我 我想我們兩個也都是很 很有禮貌的互相的拜託 我們也沒有談什麼 那最少在我個人的感覺到 我還沒有感覺到說 院長有跟我溝通什麼 跟委員報告很抱歉 確實 這個 我如果要跟委員來溝通的話 我會優先跟委員來溝通這個 這個監督條例 監督條例取得共識以後 大概才會 那個院長為什麼在你的施政報告 在你這一次的優先法案裡面 你把這個福茂貨茂 直接都列為優先法案 那些都已經在立法院裡面 至於它優先順序如何 我們會進一步跟委員取得共識以後 來確定它真正具體的優先順序 只有監督條例 大家新的公司可以完成立法 那院長你的意思就是 胡茂貨茂自行區這些 這些的話 你並不會把它列為 在你心目中是優先的項目 如果我們監督條例 很快可以通過 可以完成立法 我們大家坐下來談 胡茂過茂好不好 好 那我想 今天我之所以再一次提出來 我想 就是說院長你自己的承諾 你還是照著你的承諾來做 沒有錯 一定是要取得共識才推 因為立法就是這樣子 一定要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下一頁 我們那個鄧部長請回 下一個問題就是有關這個 教育問題啊 那個上一頁 這個院長 你同不同意 人家講說 教育具有維持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 也是很多弱勢家庭 他們脫離貧窮的希望 百分之百同意 百分之百同意 所以教育 這也是我的理念 教育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教育 是不是面對少子化 還有教改的失敗 其實問題重生 有沒有這樣子的 我們的教育問題 確實是有很多地方 有改進的空間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你心目中我們台灣有哪些教育的問題 需要改 立即解決或立即改進的問題 有哪幾項 好 謝謝 謝謝委員提這個問題 我想第一個 當然我們現在就是說 眼前 大家比較會聚焦談的就是 像這個十二年國教 這個初中升高中 中間入學方式等等 那我認為目前大體上 已經有一些公司 可以朝這個方向來走 我覺得真正的問題 其實是教學內容 然後在教學內容上 如果我要來講優先順序的話 我會說 國小階段 這些相對來講的 弱勢生後斷生 我們怎麼樣把補救教育做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用條例的事 拿起 心目中認為比較大的 補救教育問題 國小 國中補救教育 一定要拉起來 因為這個不拉起來 它一輩子 大概都是 都落後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也希望 大學入學的時候 繁星這一塊 比例將來能夠增加 目前只有10% 我們希望將來變成15% 或更多 讓比較弱勢的這些家庭 弱勢地區 學生可以進入到好大學 那這樣的話 才是剛委員講的 社會流動 我想在這一點上 我完全完全支持委員的看法 來那個 謝謝院長 我想你有很多想法跟我 但是 我有幫你整理的下一頁 我們台聯黨 我們有針對 我們台灣的教育問題 我們有提出了六個議題 第一個 少子化以後 我們學校的退場 或者是轉型 第二個是 十二年國教 這個十二年國教 今年是要第二年 但是其實問題還很多 第三個就是 技職教育的弱化 第四個就是 我們教育的數值低落 第五個就是 弱勢外配子女的教育 這個我們知道 台灣有很多外配 很多弱勢教育 這些小孩子在台灣 他們是 好幾十分 他們存在 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對 還有最後一個 還有課綱微調的爭議 這六個問題 我想那個 吳部長 你同不同意 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六個問題 我同意 你同意 那怎麼做 你有什麼計畫 有沒有再進行 有我們每一個 當然你所提的每一個議題 我們都有具體的方案 有具體的方案 我想第一個 學校的退場 這個吳部長 我是覺得說 因為大家也是老朋友 但是我知道說 你滿老實的 一般部長是不會做這樣的 你很明確的宣誓 一百六十幾所大學 你說五年內要變成一百所 那你既然把時間還有數量 都講得那麼清楚 我很多人會很好奇 那五年的時間 你往前推 你每一年要做什麼事 有沒有這個計畫 有我們那個高教創新轉型方案 其實已經都朝你完成了 但是因為這整個轉型的過程 那學校你說要一百六十所 要低一百所 最少要少個六十所 那你這六十所你要怎麼篩 因為學校的退場 不是那麼簡單 那牽涉到多少的學生 多少的老師 多少的職員 部長你們的計畫怎麼樣 就是哪一個學校要退場 我們會尊重這個 他在未來招生情況上的表現 但是為了避免他因為退場 帶來的學生跟老師的問題 我們目前都在做積極的準備 我們相信接下來 會退場的學校的學生跟老師 一定能夠得到很好的安置 我想我們這是最高的目標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這個以後 我們到教育委會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向你請教 但是其中還有一項 吳部長 我特別講 課綱維條的爭議 課綱維條 那時候在講部長的時候 硬要推這個課維條 然後 完全都不顧他的程序正義 然後 最近又被行政法院 又裁定說 我們教育部是輸的 但是 部長你的回應 都是很讓人家意外 你說 這個即使是輸 你還是照樣要做 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子的想法 讓你會這麼樣子 即使 明明知道說他已經法院 行政法院已經判決 你們已經輸了 你還是要照推 沒有想要把這些程序正義把它補給 不是我跟委員報告 這次行政法院的訴訟 是針對 在整個會議過程中間 個人的投票的情況 跟他的發言 應不應該公開這件事情 那麼 進行訴訟 對於行政的程序本身 跟課綱的決定這件事情 並沒有任何的徵送 所以他對所謂的課綱的正當性 或者是合法性的問題 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 那我們當然要照本來的計畫 繼續的向前進行 這個部長 我是覺得說 我們是行政單位 我們是只有依法行政喔 當然 我們沒有那個權力來解釋說 你認為說這行政法院的判決 對你 對教育部沒有約束力 沒有 這個有沒有約束力 這不是你個人認為的呢 我剛才有特別跟委員報告 他這次所訴訟的重點 是在講說那整個會議過程中間的資訊 個人資訊 他的投票的情況跟他的表 那個發言的情況 應不應該對外公告 這件事情的爭議 並沒有針對那個結果 不是 在你整個過程裡面 既然有一項的有瑕疵的話 就代表你整個 整個的結果就是有問題啊 你不能夠說 這個問題對結果沒有影響 這個不是一個行政單位 或一個部長可以自己這樣 來解釋這個法律 我們行政單位應該是依法行政耶 行政法院沒有說程序上有任何的瑕疵 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在這個方面任何的判決 沒有瑕疵我們會被判決輸嗎 如果說你任何都沒有瑕疵 那你認為是行政法院的判決是什麼 不是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說明了 他的判決的重點是在說 對於在會場中間 所有當時的委員 他當時的發言 跟他個人的投票的情況 應不應該來公開 那我們認為這個涉及到 我們對於委員的隱私權的尊重 我們希望能夠在法律上能夠有更多 就是讓得很悔於所思啊 難道說對於法院的這些裁判的話 這一點起碼的尊重都沒有嗎 認為說他對你們的約束力一點都沒有嗎 你說沒有影響這個是誰 這是誰決定的 判決書他所說明的 判決書裡面有跟你講講說 你不要理我這個判決書 法院說你不要理我這個判決書 你繼續照著做 法院那個判決書 有可能這樣寫嗎 我還是要想跟委員說明 他這次的這個訴訟的重點 不在於那個行政程序 我們要幫請法務部長出來 出來表達他們專業的意見 那個羅部長想請問一下 這個是我們部長他認為說 這個法院的判決可以 可以僅供參考 你認為說你可以接受這樣觀念嗎 不是報告委員 判決主文是有拘束力的 對啊有拘束力啊 判決主文的範圍到哪裡 他的拘束力範圍就到哪裡 所以那個判決我沒有看到他的文字 所以我只能就原則上 這樣子向委員報告 我當然我也沒有看到 但是我用想像的 大概在怎麼法官在怎麼 法院在怎麼判決 絕對不可能寫說 沒關係你們判決你們輸 但是你們繼續照著幹 大概不可能有這樣子吧 判決主文的話 是不是請那個 吳部長你把這個判決主文 我想這一步一定 請院長一定要把它理清 要不然來講這個 我們有一個教育部 是要教化人民 教化百姓的 然後連這個 起碼的這些 法治的這些 的尊重 都沒有的話 這個是很危險的 好不好 沒有問題我會要這個 吳部長把資料提供 那兩位部長請回 那吳部長也請回 好剩下最後一點時間 就是 下一頁 憲政改革的問題 我們知道說去年最大的事情 應該就是太陽花的學生運動 那學生運動以後 這個有很多的這些 對於直接民權的這些要求 那比較具體的 對公投法還有選報法這兩項 公投法要把這個什麼 公民公投的審議委員會的設置 應該可以刪除或者是 他的這些門檻 也過高也應該修正 四分之一的投票 這個過半數符合名義 那選報法的話 我們要降低這個 罷免的門檻 才簡單多數解 像這些的話 不曉得院長對於這些 憲政公投法選報法的態度是 是怎麼樣 能不能請院長表明一下說 你對於我們有關這個憲政改革的這些 立場或者是想法 我想這個憲政改革問題是非常 非常大的問題 那目前在這個議題上 我的了解就是 這個 貴院的委員方面也有很多的提案 民間團體也有很多的提案 那像這一部分的討論 基本上應該是 這個場域應該是在貴院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也相信呢 就是說 這個貴院一定也會做出 睿智的這個決定 那麼我們行政院這邊 我們是以開放的態度 來尊重人民最重的選擇 沒有錯 這個 以現在目前的法例來講 這個 權力是在我們立法院裡面 我們立法院也 明天也要協商 也要準備要成立修憲 要正式成立修憲委員會 這個立法院該做的事情 我們會來做 但是 行政院的話 院長對於這一些 相關的這些態度 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應該 你是 這部分的法院 在看起來 我們可以做的 在那一部分 可以做的 我們會有限的 我們會有限的 一點點 我們會有限的